将我们整个的能量逐渐的淨化 然后也提升我们整体的能量 什么是闭黑关呢? 顾名思义,闭黑关是将自己生在一个 黑色的房间里面,对不对? 而这个黑色的房间所有的门窗是必须不透光的 是让自己完全进入一个彻底黑暗的环境当中 就是你的手这样摆出去,在你眼前 你都没办法看到这个程度的黑 我们的官方就是营造出这样的一个条件 而且更加严格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连声音都尽量较去 这个是为止最上乘的一个环境的提供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我们就要求 可以去到这个程度 尤其是黑暗的光线,我们一定是有办法可以阻隔 但是声音我们尽我们最大的能力 也都将它完全减到最低的一个程度 有了这两个硬的条件 那么我们大众参与的人 你只需要在这个环境里面 静待七日 好好的去静心七日的时间 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你的修持的功课 有些人可能是念佛的方法 有些人可能是打坐的方式 有些人可能是持咒的方式 很多种种不同的方式 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静化我们自己 将我们整个的能量逐渐的静化 跟着也是提升我们整体的能量 这个就是我们被黑关的目标 所以我们将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闭了它 所以闭关闭关 什么是闭,什么是关 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关在这个官房里面 对不对? 除了你身体关在这个官房里面 你的眼、耳、鼻、舌、身 这五根都被它封闭上来 这个封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是被它切断和外缘 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反归 反归到我们的内心深处 这个就是闭关这两个字的 疑似 而我们做的这个闭黑关的灵修营 我们首先提供一个这样的绝佳的环境 给到所有的参与者 因为大家都知道环境很容易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首先如果环境已经制造到这样一个条件 那么我们静下来的就是对付我们自己的第六个意识 就是我们的意念 这个就变得容易很多了 所以在里面就有这样的 有七天的时间 七天的机会 给我们可以在里面好好地准化 好好地羞恥 在关外 在外面也都有我们的 有无关的人缘 因为我们会准备很多东西 可能一些食物 大家可能需要用到的一些最简单的生活条件 都有一些无关的人缘在外面 在外面 互持着大家 当然也都有 有经验的 老师 在外面 互关 互持着大家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闭黑关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闭黑关 好 好 好